這個名稱,特別注意喔 不一定是工作表1,所以請你把這個 複製貼到下面,它一定是最後那一個 那最後那個怎麼表示? 就是Shift.com,Shift.com意思是說 總共有幾個 的那個,最後那個 的名稱改成什麼?改成S 那最後,還有 這個什麼,Skull這個,這個字 捲軸,我剛剛拉的這個可以刪掉,如果你看到什麼 Active Window Skull Column 或Skull Row 這個是捲軸,都可以刪掉,因為我們不需要去捲軸 好,完成了 所以基本上,錄完喔 你知道我剛剛的步驟錄完 1,增加一個Input Box 2,條件 改成一個變數 記得是雙引號 雙引號 End End OK End 然後再加一個S 前後都空白 好,第二個 1 2 3 就是這一行 關鍵 把這個 貼到這邊來 這個 變S 上面那一行刪掉就好 關鍵在這裡,三個步驟 做完了 你的 查詢系統 也建立起來 OK,應該沒有問題吧 不過這個步驟還蠻多的啦 那做熟了其實就很快 這個地方 我試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 執行 比如說我要找 人愛錄 人愛 按確定 好,來看一下 人愛錄 出來了 有沒有 切過來 沒問題 OK OK好,這裡我想各位 試一下 這個地方真的是難度比較高啦 可是實用度也是蠻高的 OK 那我 這 完成的結果 我有把它做註解 所以請各位參考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OK 試試看好了 那所以基本上 最重要就是三個地方 你只要 改對的話 那 你的查詢系統 就可以快速的完成 這個地方呢 查詢不只是 可以查文字 你還可以查日期 也可以查數字 其實 我覺得他這個功能 完全不會輸給 在資料庫裡面查資料 在資料庫裡面查資料 還蠻麻煩的 你還要先學一個 SEQL語法 可是這個完全不需要 學什麼SEQL 他就可以自動幫你把 你要查的東西 快速查出來 放在一個 新的工作表 當然你想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 不要放在一個 新的工作表裡面 可以啊 你要放哪裡 就放哪裡 只是說因為 我們這個 Sample 是新 一般 不過一般習慣 也是 開個新的工作表 會比較 容易一些 但這個地方只是初步的 完成一個 查詢系統 可能會有一些 還要在更好的地方 不過這個我想 後面我們再慢慢看 那步驟呢 請各位 按照我那個 在雲端上面那個 註解的步驟 先 彩排一下 可能要多做個幾次 了解一下 好